日本战犯自贡书公布 再次提醒那段历史的残酷 牢记历史 让我们更好地看待今天和未来 同样在今天 位于湖南紫江的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 首次公布了 紫江受降的现场画面 八年烽火起炉沟 一纸降书落紫江 这段视频清楚地记录了 日本代表在湖南紫江 签订投降书的过程 它是日本向中国投降的重要证据 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见证 今天公布的视频资料共有三段 一共有一分十八秒 视频记载了1945年8月21号 日本代表向中国 现交清华日军兵力部署图 签署投降备忘录的过程 日本投降代表 乔道方雄紧张地擦汗的一个镜头 这个一个原始镜头 这是清华日军 现交整个清华兵力部署图的 一个历史镜头 整个日本清华109万的 重大军方的兵力部署 陆海空三军的 这个非常的重要 意味着日本国是无条件 向中国人投降的一个历史见证 吴建宏介绍 这段视频资料 是当时作为盟国代表 参加受降的美方人员 用8毫米摄影机所拍摄的 视频长度一共有20多分钟 整个视频记录了日方代表 总参谋副长 仅仅五夫一星人从下飞机到亲属投降备忘录的全过程 此次受降的原始视频在国内还是首次公布 当然目前我们看到的也只是片段啊 全部的视频将会以纪录片的形式在今年年内公布 无论是档案还是史料里的记载 日本当年清华的罪行累累 岂容忘却 中国人民不答应 包括热爱和平的日本人 在内的世界人民也绝不答应 今天的纪念 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为持久和平 无备 还需当自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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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